做带鱼我算比较拿手的 每一次烧家里的饭都不够吃 因为太下饭了 今天接完儿子放学 问他要吃什么 点名要吃带鱼 看着这个带鱼还挺新鲜的 买了两条回来 但我感觉表皮好像被泡过药水了 因为怎么秤 它这个膜就是掉不下来 有没有懂行的 来给我解答一下 带鱼去掉内脏以后 连着骨头的地方有一个骨血 这一定要给它挖干净 因为它特别的腥 然后给它洗的这么白白的就可以 今天买的带鱼肉比较厚 给它改一下花刀 用厨房纸巾彻底的吸干水分 这样一会儿做的时候 既入味也不会爆油 然后放点姜丝和一勺盐 抓拌均匀 让它腌制一下 来调碗料汁 放四勺黄酒 三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茶匙盐 半勺糖 吃辣的可以放辣椒面 或者小米辣 然后最后不要忘记放一点点醋 然后我们来煎带鱼 锅给它烧热了以后再倒油 倒的是菜籽油 有人问菜籽油为什么会有股味道 应该是你的那个菜籽油 没有彻底的给它烧熟 一定要给它炸透 炸到冒烟了以后 然后再开始放带鱼 今天用的这口是新锅 所以煎带鱼的时候 心里也挺忐忑的 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毕竟每一口锅买回来 都是需要磨合的 煎了大概两三分钟 带鱼可以这样轻松移动了 说明今天的带鱼是煎成功了 没有问题了 翻面了以后 重新再放几片姜片 然后再放点蒜 这个蒜我儿子每次都会给他挑出来吃光 特别好吃 第二面煎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料汁搅拌均匀 然后倒下去 焖煮30秒左右 加小半碗水 因为现在有橘子皮 所以我又加了一点 吃不惯的就可以不用放 大概煮到汤汁 差不多收干了为止 放点蒜苗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一碗煎带鱼 自己在家做的吃经济又实惠 又能吃得很开心 喜欢的朋友也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